事情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和一个好友聊天 聊到了工作 他说呢他最近换了份新工作 现在的工作让他感觉既开心又有意义 他觉得自己经过几年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和这个朋友在高中时是同班同学 我记得那时候他特别喜欢写作 英语也很好 他说他的梦想是以后当一名记者 所以读大学时他选择了新闻专业 毕业后我们见过几次面 刚毕业时他在一家大公司实习 工资很低 公司离家也远 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实习结束后 他得到了去香港读研的机会 研究生毕业后呢 通过介绍 他得到了现在的工作机会 成为了一名记者 看到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真心替他感到高兴 因为我知道 找到一份自己喜欢 又适合自己的工作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工作经历呢 就刚好和他相反 我在高中时 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学科 但是每门学科的成绩都不差 在选择大学专业时 我很迷茫 就选择了老师建议的语言专业 大学毕业后 我面试了好几次 都没有找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时间一天天过去 看到身边的同学 几乎都找到工作了 我开始着急 乱投简历 甚至是一些和我专业无关 完全不适合自己的工作 结果呢 就是在毕业后的两三年里 我不停地辞职换工作 甚至一些工作只做了一两个月 那时我记得我每天都很不开心 也很没有自信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好在虽然我走了很多弯路 但是这些经历也让我弄清楚了 自己适合什么 不适合什么 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于是最后才找到了方向 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 所以工作常常对一个人的生活 有很大的影响 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在找工作这件事上 常听别人说 第一份工作很重要 它将影响你未来的职业发展 因为可能有人像我的朋友一样 一开始就有了职业方向 但我想可能也有人像我一样 大学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 也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所以很难保证 第一份工作就是适合自己的 那就不妨多尝试 试着在不同的工作中了解自己 提高自己的能力 最终你也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因为要知道 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 那这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有关找工作的话题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